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当时学的时候还没有分开 比较重点的在环境艺术 环境艺术系里面学的东西非常的杂 就是环境艺术系的老师是说 我们是设计行业的导演系 所以你要什么都要会 因为室内设计是环境艺术系 所以所有东西都在你的环境里面 在你这里面放着的 陶瓷也好 布料也好 所以他说你要什么都要知道一些 所以学的就非常的杂 所以当时有一点微妙 我们这一批人 我们这些就是 在当时有一个很沉重的包袱 就觉得我们是没有文化的一代人 因为经过十年文革 最该读书的时候 没有读书 最该背诵一些 比如说古代的经典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背的是毛主席语录 这个学英文的第一句话 也是毛主席万岁 所以都是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是很 而且后来等到大一点了以后 我们就下农村 就努力想自己学一点 也是从当时的报纸上面 披铃披孔 那里头就引用了孔子的话 那于是就知道这个 孔子还说过这个话 就完全就是非常非常奇怪的 所以我们到了大学以后 就普遍的长辈的人 老年一些的老师 就直接说 你们这一代人没有文化 我们就是这个非常沉重的包袱 就觉得我们这个非常非常的惭愧 所以呢 就是想要让改变自己这个状况 这种愿望极强 所以是非常的 就是逮着什么是什么 就是拼命的就 就胡乱的去学 其实也没有系统性 而且也并不是真的很学懂了 我是生在北京 但是在武汉长大 在湖北这个当农民当工人 然后从湖北考回到北京来 那考进大学 那就转移过来 但是呢 他就说你毕业以后 你应该是回原籍 我就变成你很尴尬 我家都在北京 这个我呢 可是我的原籍又是武汉 所以这时候就有一个分配上 就不知道去哪的一个问题 等到毕业的时候呢 这个我们学校的这个美术史老师 叫西进之 有天就问我 说你想不想到美术杂志去 我当时没有立刻回答 我犹豫了一下 因为美术杂志和我学的专业 然后也和画画也不是一回事 我犹豫一下 后来想到我说我还是 我还是去吧 首先一条我可以留在北京 然后呢 这个 人说这个工作呢 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 我到美术杂志的时候呢 美术杂志的主编当时 就是邵和珍了 副主编 李松涛 笔名李松 是研究青铜器的一个 就是很有 很有那个 还有副主编叫吴布乃 那是很多年都在美术杂志做编辑的 然后还有一个副主编叫丁永道 但是他基本上不太做事情了 就是不太管事 他就是重要的 我们看一看 他就是 然后编辑呢 有夏硕齐 有张世曾 有李献廷 但是李献廷去的时候呢 已经被 就是靠边站了 因为83年不是清除精神污染吗 他就被 被说他 在精神污染中 他是起作用了 有自由化思想的 所以才是靠边站 他每个月跑去领工资 然后有时候跑去拿一下寄给他的信啊 什么之类的 就是 或者进去聊聊天 我去以后没多久 这个 主编就说 你现在要给你一个任务 你现在要 给我们 从你的角度 你年轻人的角度 来看看我们有些 哪些选题可以做 这个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 我很兴奋 但是呢 也不觉得很难 我记得 我写给他 大概有十条 还是十二条 这样一个 选题内容 具体的我不解 基本上的想法就是说 关注当代美术思潮 就不光是 关注哪个画家 哪个人 是从一个思潮 大家是怎么想的 包括 几些艺术家的知识结构 其实 知识结构 年轻一代艺术家知识结构 和老一点的 已经非常的不一样 这个 他们的经历的 什么这些 对创作影响 我没有想到很多 因为可能 因为我就是这一代人 所以想到的 既然问我 我就想到就是这些 当时他们 我觉得这个 主编副主编 都很重视 都觉得这个 是非常值得关注 因为还没有牵扯到 具体的观点的时候 从这个角度 还是觉得大家 几乎没有意义 就觉得这个 对 我们应该这样 所以提出这个之后 对美术大师 好像是 就开始比较 关注这些了 基本上就是说呢 比较多的 关注年轻人的作品 另外就是 比较多的去 关注他们怎么想的 这个其实后来 就非常自然了 就很快就是 这个潮流就涌现出来了 你就 关注就 就很简单了 那 就是国际青年年 那个展览 是一次 就是一次 85新潮 就在那个地方 就是最开始落头的 因为每年的这个 高校毕业生展览的 美术杂志都会 看一看 注意一下 但是呢 在那前面几年 就是比较早一点 是四川美人 引起注意 所以那个 青年美展上 有几个画家 都是从折美出来的 引起注意证 所以呢 我当时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我想去折美看一下 在折美毕业生展览的时候 就是 主编当时就 主编就是 你只要有一个 合理的理由嘛 这个 当时也会考虑到 经费问题 但是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考虑 那就去吧 这就是我会去折美 但是折美毕业生展览 我们在北京 一点都不知道 到了以后 我刚到那 就有人告诉我 说折美 那个学生化的 还年轻不得了 引起了这个 说这个 第一个 刚才我忘记是谁了 他说一塌糊涂 糟透了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我觉得 然后就去看了 然后看了以后呢 这个 也没有觉得糟 然后我就去了解这个情况 以这个 美术杂志这种态度 这个我们早就被 主编早就要 你 不要轻易表态 不要随便说好 或者不好 因为美术杂志呢 这个 这个 邵德恩 就是说 有一个栏目 叫做 问题讨论 就是说 我们不把它 作为肯定的 把它作为问题 放在这讨论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给我们一个 自己开了一个 窗户 我们可以放一些那个 所以我就去 我去以后 我就去了解 什么 就问 随便问了 就是 问学生怎么想的 问支持他的老师 怎么想的 问反对他的老师 怎么想的 反对的老师 那个叫 反对他的老师 是一个教马力主义的 叫谭永泰 也是刘苏的 滔滔不绝 讲了很多 问 郑盛天先生 小小 学生作品嘛 你多去问 谁就好了 他自己 不说什么 就 然后就是 他其实 他是毕业班老师 他所以 可能他就在 问学生 那时候 这个 我记得很清楚 在他们那个 一个学生宿舍里面 张培丽也跑去了 张培丽那时候 应该是已经毕业了 站在那门口 你们这个官方杂志 能 这个不会灯 我们的东西的 但是我也 我也不能说 我会灯 还是不会灯 但是反正 我就 找他们要了一些 特别有争议的作品 所以回去以后 我们就 我们就是用 这个 浙江美院 毕业生作品的 一场争论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报道 这样一个争论 因为各方面意见 也都有 放在里面 然后就把这些话 也放在里面 发表了 当时 美术杂志 仍然还保留了 这个 官方的地位 所以美术杂志 只要发表了 这作品 就是不一样 这个就对 下面影响 就很大 所以这个 这一期杂志 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他们这个 毕业展览 是在整个 有这前后 这两次之后 整个全国各地 这些年轻人 其实大家都在这样想 都在这样做 方法不同 风格不同 但是都有这样 就是都有不同的观念 就是 就忽然一下 就都冒出来了 冒出来以后呢 就有人就把稿子 就寄来了 或者跑来找我们了 我为什么会在里面 是所谓财务的负责人呢 是这样 就是他展览 最后说要到 终于说 这个美术馆可以办了 刘开局同意了 但是条件是说 美邪要承担责任 美邪呢 就是美邪 这个出面 就有点困难了 那邵德军说 好吧 那就美术杂志 来承担责任 美术杂志 作为美邪的一个部 那也是编辑部 算是一个部门 对外是一个杂志 对内也是一个部门 来承担责任 所以呢 就说 那就 就是美术杂志 作为 变成主办方之一 我呢 是美术杂志的 编辑部副主任 是管美术杂志 这个财务的 所以呢 我也就 理所当然了 成了这个 这个展览会的一个 管财务的 而且当时呢 指定了三个现场负责人 就是高明露 范迪安和我 就是 当时就是开玩笑说 出了问题就 就拿你们的脑袋来 来说事 所以也当时其实也是 也有点 开始还好 但是 也有点 各路人 云集 那是 也是 也很 也很 也很乱 那 老孔是负责 对外联络的吗 还有侯汉人物 我就是 揣着 一大包钱 和一个 公章 我们其实最主要 担心的不是说这些 发生的这些事件 我们最 不愿意说 把这个 展览变成一个 很轰动的新闻事件 而削弱了 它的这个 我们大家坐下来 讨论 艺术的 这个 这个 这样一个氛围 就是 你变成一个很轰动的事件 而出现几个很 很重要的新闻人物 但是结果大家 不能坐下来 研讨 这个 艺术的问题的话 倒是我们不希望看到 但是这个事情 就是 还是没有办法 就是 最后这个展览的效果 就不如预期 就预期的是说 我们是变成一个 希望是比较学术性一点 大家一起来讨论艺术问题 各方面一点都可以 拿出来讨论 但是 实际上是做不下来 已经两次闭馆 弄得就是 非常的这个 戏剧化 其实当时我们 第一次闭馆以后 反正 我跟艺术家讲的话 就是说 大家 千万不要往政治上去靠 因为这个 政治上靠的话 你对我们 我们主要说 你靠了以后 对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 是非常不利的 你就变成了 现代艺术 就是反动艺术了 就真的就成这个了 那你以后就不要 想搞现代艺术了 我们还要在这个 土地上要搞现代艺术了 我们就 至少在表面上 要离开政治原因一点 这也就是为什么 后来 那个签名事件的时候 我们 高宾鲁拒绝去签 这个 我跟高宾鲁说 仅仅是 就是 就是 高宾鲁站在这 我在站在这 完全是在一起的 当时高宾鲁说 我们不能签 当时还跟我商量一下 你说是不是不能签 我说不能签 因为我们不要想 不要把这个 不要把现在艺术展 带到这个政治运动里去 很怕 变成这样一件事情 主要是说 你要再变成一个政治运动的话 就 现在艺术 你就在中国没有出路了 没有前途了 其实中国的问题 还是政治问题了 中国的很多很多的问题 还是政治问题 我们 也许是比较天真了 那时候 而且那时候 还是很希望 体制内能够做一些 从体制内进行改变 通过非政治的方式 慢慢 但是这个都比较天真 了 我们发现更多的 疾伤 那时候 我发现了 是这样 对 说 人 没발 的 鱼 不是 这 eso 也 那时候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就是 很 prior 这时候 你们 就 感谢观看